新北市中和有屋主指控 租客拖欠房租长达16个月 就连断水断电都拿他没办法 屋主更无奈的大跳科目三驱赶 却反倒哀告恐吓 最后只好强制换锁 双方更因此爆发了争执 还惊动警方到场 好在最后女子终于愿意搬离 你进去拿钥匙 你的钥匙在哪里 都在里面 里面哪里 不知道我要看 女子和房东站在屋外 你一言我抑郁吵可不停 惊动警方到场 明明东西还放在屋内 怎么会被锁在门外 原来这名女子迟迟不缴交房租 招房东断水断电强制换锁 试发就在新北市中和一处公寓 房东指控真信女房客向她租屋 一千就是十年约 但租近来十六个月 却从没付过半毛钱 房东的无奈不打一处来 闲前她大跳科目山驱赶房客 反倒哀告恐吓 前几天闹自杀 然后她儿子把她送到医院 隔天她又回来 改地上就是一滩血 她来了第三天就找我借钱 什么她儿子在日本读书 一下儿子住院要干嘛 女子拖欠房租还经常借钱 阳阳附近住户不堪其扰 拖了一年多终于愿意搬离 房东这才松一口气 记得赖心扰永中 新北市采访报导